Aloha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鸡汤 今天这个影片 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 试音的是 Luna Euclid 这是来自于日本的 Kiwaya 产品系列里面的一款 复古造型的琴款 我们今天手上有两款 代表性的Soprano 一个是MV2S 一个是MV3S 这两款在 木头的配置上 是几乎一样的 差别只是在于 这是MV3S 它增加了一些 装饰的包边 还有镶嵌的装饰 这个多多少少会影响 一点点声音 但基本上 它们两个的声音 是一样的 在同样的琴弦下 我去试过一些 两款型号 我都觉得声音是 非常非常非常接近 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所以今天这两款琴呢 我将它们安装的是 不同的琴弦 要来做不同的声音的测试 给大家听听看 那在我们开始测试之前呢 先来讲一下 这个琴的故事 这个琴呢 我看到它是在 很多年前 在台湾呢 有人专门去研究 像是比较复古 比较传统上一个世纪的 玉克力的弹奏方法 然后像是也有人专门研究 像是HERB OTA的 这个演奏方法的时候 他们会很喜欢 像这样子的 比较传统的玉克力 甚至像是 Martin 也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还有像早年 就是19 几零年代的时候 都还有些像 Gibson这种制作的 那这一把Luna Euclid呢 它事实上现在是属于 Kiwaiya旗下的品牌之一 那它是他们的复古品牌 那这个故事是怎么样 就是说 这个Luna Euclid 本来是一家 日本的乐器公司 并不是现在大家所看到的 这个美国有一家 卖吉他卖Euclid 也叫Luna 他们会做一些 很多雷射雕刻 或者是一些很多涂装 不是那一家美国的Luna 这个Luna是 在19几零年代的时候 大概1950年代那个时候 二战前后 在Euclid非常盛行 非常流行的那一段时间 在日本的一家Luna的乐器公司 它在日本的钢山 它的名字叫做 Kamano Gaki 就是Kamano乐器公司 这样子 那 它的旗下的一个品牌 可是这个 日本 或是说全世界的 Euclid的流行趋势 到1950年代 后期出现了一个 走下坡的状况 也就是说 原本的大流行 大爆炸 到那个时候呢 就变成了一个 退流行 那到这个时候 就几乎所有 所有的Euclid生产品牌 就停止了 在日本来说 只剩下 像那个时候 日本的Kiwaiya 自己的品牌 叫Famous 之前我们介绍过的 那 除了Famous之外呢 基本上其他工厂 都停下来 就是没有 没有继续做这个Euclid 因为市场需求 已经没有那么多了 所以这个品牌 也就停止生产 好 那 直到1990年代呢 其实 全世界又开始 有流行这个Euclid 可能是从日本 从夏威夷 开始在复苏 这个Euclid的风潮 那像台湾是 2000年 这个前后开始 慢慢有人 开始玩这个东西 其实我就说 1950年代那个时候 其实台湾也有很多代工 这个Euclid 我曾经在我的学生家 看过这个 1960 19 甚至1970年代 制作的Euclid 帮这个美国代工的 那个东西 那 到1990年代的时候呢 开始有这个热潮 那Kiwaiya公司 作为 那个时候还活着的 这个Euclid的厂商呢 就 被问说 要不要接手 这个Luna 这个品牌呢 来 做一下这个 复古的琴 那 那个时候呢 他们就交给 Famous的生产工厂 去做 这个Luna的Euclid 不是现在这个工厂 那 到2000年之后呢 他们觉得 这个复古系列 在 在销售上啊 或者说在 整个产品的 产品线的意义上面呢 都蛮有这个存在的 必要跟 价值的 所以他们正式 把它列为 一个 Kiwaiya旗下品牌的 一端 一环就对了 那 我今天带这个Soprano 是因为 我觉得Soprano 有着Euclid 最传统 最代表性的 一个存在 所以我们今天呢 在介绍上面 我们就是用 Soprano来 做一个 代表 事实上呢 他在Luna 这个型号里面 还有Consert 也有Tenor 甚至还有一些 古典琴头的 也有这个 夏威夷相似木 我们今天这个琴款 不是夏威夷相似木 但今天这个木材呢 跟夏威夷相似木 同样具有一些 代表地位 这个木材是 宏都拉斯桃花星木 宏都拉斯桃花星木呢 又被称为 就是所谓的 大业桃花星木 美洲桃花星木 也有人认为 他才是 真正的桃花星木 就是说 事实上像 最早我们在以前 看到的Euclid 如果是马丁制作的 或是一些 像美国本土制作的 很多都会使用 这种 美国本土 最多的大业桃花星木 而到我们现代呢 后来 大家所称的桃花星木 其实都是一个 宏都拉斯桃花星木的 替用品 这个原因是因为 从2003年开始 这个宏都拉斯桃花星木 就被 这个有一个 国际的木材 的这个贸易的控管组织 他们就 把它列入叫做 拼临绝种的一个木材 那这个组织叫CITES 它有一个 所谓的野生植物的 这个公约 就是说 你的木材 如果被列入 这个公约里面 就会受到管制 然后受到管制的时候 你的砍伐 还有你的进出口 就会受到限制 这有很多国家 就会针对 这些的贸易进行管制 所以从那之后呢 就开始有很多人 去寻找 他的表兄弟 比如说夏威夷 相识木的表兄弟 像是台湾相识木啦 或者说亚洲相识木 很多比如说什么 泰国相识木啊 或是有很多地方 有种植这一种 相识木属的 那像桃花新木 也会有人去找替代品 那找到替代品 就是现在很常 在市面上看到的 非洲桃花新木 或者是沙比利木的 这些家族 其实呢 木材 有时候是一种 先后的一种 符号的感觉 比如说 为什么尤克利就一定是 要用夏威夷相识木 这并没有一个绝对 而是因为最早的时候 在夏威夷当地 就是最多夏威夷相识木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 就应该是夏威夷相识木 这当然是一种 你可以说是一种偏执 可是它就是一个 有一个文化象征的一个存在 所以 是不是一定要用 夏威夷相识木做出来 才是尤克利的 传统 这个是见仁见智 有的人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想法 那桃花新木呢 在宏杜拉斯桃花新木来说 也是同样的存在 也会有一种 这样子的想法 所以我们接下来呢 来听听看说 这个 宏杜拉斯桃花新木的声音 现在我用这个 MV3S弹奏 它上面装的是 原本它上面搭载的 尼龙琴弦 这尼龙琴弦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是美国GHS的尼龙弦 GHS的尼龙弦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有 传统韵味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可以听到那个声音是 相对真的是蛮复古的 如果刷奏起来的话 也是很有这个 传统Euclid的声音哦 是不是有那种 就所谓的 好像 罐子的声音的感觉 这就是很传统 Euclid的银色 那当然 它上面配的这个旋钮呢 是GOTO的 1比4的这个UPT旋钮 这会让你在调音上 容易许多 如果是以前呢 用那种 1比1的摩擦式的 这种Friction的旋钮 就很不容易调音的 它这个漆面呢 是用这个 雾面漆 Satin Finish 那质感来说 非常的丝滑 而且它重量也非常轻 在纸板上面呢 有镶嵌这个 压克力的这种边条 然后 响孔 还有琴笋 也都是用这种 这个是赛洛洛的这个材料呢 来做一个包边 跟一个镶嵌的这个装饰 那事实上呢 就是一种造型的成分居多 当然有一点点保护的作用 那 这个看上去的造型 就非常的 古典 如果我们换成MV2S呢 其实 它的造型就会 朴素很多 比较 有人会觉得比较百搭 就是它没有那么 限定风格 就是 看上去什么都没有 它的正面连logo都没有 它的logo是在背面 它的logo在背面 有一个Kiwaiya的字样 那事实上 这个是限定说在 日本国内的 这个流通的 这个情况 它会是没有这个logo 如果是出口到 其他欧美国家的话呢 他们会在上面印Kiwaiya 后面这个就没有了 或者说 他们会在上面印 那个Luna的logo 那 这个 一个 政策吧 就是说一个行销上面的 取舍跟安排 那我个人是很喜欢这种 正面没有logo 然后logo在背面的这种 很 朴素的感觉 整个看上去就很素雅 如果你喜欢的话 你自己要在上面贴点什么 贴纸都没有关系 这是你可以装饰的一个 空间的感觉 那我觉得这样 素素的也很好 好 那这一把是MV2S 你不要小看这个包边 跟这个镶嵌的差别 这里面的价差 大概就是有 可能有个200多美金的价差 那 因为啊 这些工序就会麻烦很多 比如说你这面板 直接就这样子OK 可是如果你要包边 你要镶这个 你要再把这边呢 再 再做勾槽 让它有这个空间 可以去 镶这些东西 那比如说纸板也是 你要先把它车出 用刀子车出勾槽之后 才可以去做这个 或是把它切开 然后再把它 相入这些东西 再把它并起来 所以这个是 复杂很多 所以它的价钱呢 也贵一些 但是 据我的测试来说 声音是没有差 没什么差别的 所以我们今天 把它装不同琴弦 刚刚那个MV3S 上面是装的是 原厂的GHS的 内容琴弦 那这上面呢 我装的是 黑色的探险弦 颜色很像 但是声音上 就有点不同 我们来听听看 MV2S的声音 比较亮一点 探险弦的 演音比较长一点 音乐 乖乖 折腌 可以说探仙弦呢 让这个琴呢 更加现代化一点的声音 它在演奏上面 比如说探仙弦的音准 比较好在小琴上面去扣着 所以像我个人是喜欢 在小琴上面用探仙弦的 因为探仙弦的 粗细来说比较细 它的材料的稳定性会比较高 而且寿命相对比较久的情况下呢 在小琴上面 小琴是 一寸一寸都很细腻的 所以在音准上 小琴很难表现到更好 可是用探仙弦可以帮助到这一点 所以我们看看高把位的演奏 这个是MV2S的高把位的音准表现 在探仙弦的情况下 那我们现在回来这个MV3S用尼龙弦的情况 我们看看它的高把位的表现如何 一方面你会知道 盐音在高把位就比较明显的下降 另外一方面就是会感觉到音准上面有一些 比较浮动 没有像探仙弦可以那么准确去切入到 某一个音准上面 在尼龙弦呢 就非常要求你在按压上面 或是你在操控上面的一些技术 所以呢 我知道有一些玩小琴的朋友会将这个尼龙弦 做一些特殊的设定 比如说每一条弦呢 都用一样细的 所以让它在高把位呢 可以有一些更好的表现 因为像第三弦啊 第二弦就比较粗嘛 很粗的情况呢 就会 就会比较不容易去做到很好的音准 可是 也不得不说尼龙弦的音色 也确实比较圆润 比较 比较有趣 就是说 在声音的颗粒度上面呢 还有声音的这个弹性上面 你就会感觉到 它跟探仙弦那一种 比较 亮 但是直接的 感觉不一样 探仙弦是这种 我们来听一下 尼龙弦 在 几乎算是同一个琴的 它会比较耐听 我个人会觉得 它比较耐听 所以 朋友们 你喜欢 哪一种 琴弦的表现呢 这个是 也是见仁见智的事情 我以前呢 其实会 很喜欢探仙弦 不管是大琴或小琴 我都用探仙弦 但是呢 到后来啊 我也会觉得 大琴用尼龙弦很不错 小琴用探仙弦也 比较有一些优势在演奏上 好 所以呢 MV3S跟2S 我们基于它的材料 很接近 只是差别在于 乡边这些 那 其他呢 声音上 我们就装了不同的琴弦 来做测试 刚刚有说到 宏都拉斯桃花心木 是一种 被管制的木材 它也 濒临绝种 那 我就问这个 Kiwaya说 你们为什么卖 这么便宜 因为 以宏都拉斯的材料的琴来说呢 他们这个琴 真的是卖的 我觉得真的是太便宜了 我就问他说 这个 你们没有木材的问题 因为像 夏威亚相似木 这个KoA 是每年 每年在上涨 那 他们说 因为 他们的木材库存呢 有 除量 蛮多的 那像这种 Luna这个琴呢 其实又 现代人来说 又不是 很多人都会 喜欢的这种 modern的设计 它是比较 vintage 比较复古的一种 设计 所以现代人 就是喜欢的比较 比较没有那么多 所以也没有卖的那么多啦 不是他们的 很主力的琴款 有点像是他们的 情怀商品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的传统的样子 我们还有在复刻哦 这样子 但是呢 据我的了解来说 他们告诉我 其实在 未来一年呢 他们也会把 这个宏都拉斯 桃花新木的 这个琴款 做一个价格的调整 所以 这目前的价格 真的是 便宜很多 再加上现在的日币 比较亲切 所以我们会 觉得这个价钱 真的是 非常非常划算 以 宏都拉斯 这个 桃花新木的木材来说 那 另外我还问他 一个问题是说 为什么叫Luna 你们跟美国 那个Luna 有什么关系呢 他说没有关系 是不同的 这个 不同的厂牌 不同的公司 他们的Luna 是有源头 是来自于 我们刚刚说 1950年代 在中日本 岗山这个地方 的一个 公司 那 他本来就是 叫做Luna 但是 他们那个时候 有说 这个 为什么叫Luna 是因为 有听到一个故事 是说 因为 日语 里面有一个单词 叫Naru 就是 Naru 就很像那个 铃铛 很像铃铛 这么响亮的感觉 铃铛 那他 反过来就变Luna 又可以符合 这个 欧美的 月亮 这个词的感觉 又很优美 所以他们就 这样子命名 Kiwaya的 这个 公司的人 也没有办法 很确定说 这就是真正的原因 但是 他们觉得 这样子有一个道理 所以他们 就这样子告诉我说 也许是因为 这个原因 好 那 介绍到这里呢 我就要跟 各位推荐 就是这个 Soprano的琴 就是 你会非常 值得去 拥有一个 就是 怎么说呢 蛮 经典的 款式的话 那我就觉得 就是 这种 复古的 造型 包含它的颜色 这不是 木头的原色 它的漆是有 有上那个 比较深 咖啡色的 红 红棕色的 这种 漆 木头原色 再比较浅一点 从响孔里面 是可以看到 木头原色 并不是这样子的 它只是 有在上漆 那 它上的漆 是雾面漆 而且在擒头的部分呢 都 研磨的 非常的圆润 我觉得这个是 很漂亮的质感 拿上去 就会觉得 很像 很细腻啊 很像一块 巧克力的感觉 但是不会融化 那 我接下来 我们用它来 弹一下这个 一小段曲子 用两把琴 来弹一小段 弹一下 弹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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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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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